许多人对修行的理解,可能只是冥想打坐,念经求道,或者是追求某种内心的平静。 然而,修行的本质必然不止这些。 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感觉,明明看了很多修行书籍,参加了很多课程,却依然找不到方向,还是心里焦躁不安? 别担心,今天我们就来揭开修行的真正面纱,深入探讨修行到底是在修什么。 第一部分,修改格局,我到大我的转变。 修行的第一步就是修改格局。 可能很多人对格局这个词感到模糊,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简单来说,格局决定了你的事业和思维方式。 你感知问题的高度,决定了你能走多远。 有些人每天只关注眼前的小事,比如今天吃什么,穿什么,却忽略了人生的大方向。 就像你对一个每天着眼温饱的人讲道理,没有格局的人,再多的修行都是空谈,因为他们被眼前的琐事绑住了。 修行首先是要修出一个更开阔的视野,让你能从更高的角度武装自己的人生目标。 格局大的人,看问题不会被小事情搬住,他们关注的是长远的方向和更大的意义。 修行的第一步,就是让自己站在更高的视野看世界。 第二部分,修智慧,从经验中获得洞见。 紧接着,我们要谈的是修智慧。 智慧是什么? 它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而是一种从生活中获取洞察的能力。 你可能认识很多聪明人,他们的逻辑清晰,知识渊博,但智慧和聪明不同,智慧更强调对事物本质的深刻理解。 我们生活中经常遇到各种问题,修行中的智慧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些问题中找到会说话的意义和答案。 比如,有些人很会说话,却给人一种虚伪的感觉。 人过于谦逊,又让别人觉得他们缺乏主见。 智慧在于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既不过度热情,也不冷漠无力。 修养智慧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通过经验和反思,逐渐看清事物本质的过程。 它让你在遇到困境的时候,能够冷静、理智地做出决策,而不是被表面的困难吓到。 智慧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通过不断的生活实践来培养。 第三部分,修悟性在日常中领悟大道。 悟性就是从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发现深刻的道理。 修行不只是在山林里冥想或闭关修炼,而是要在当下生活中去观察、感悟。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悟性强的人能从一杯茶,一粒米饭中领悟出人生的大道。 道家讲求得道,儒家强调修其置凭,无论是哪种方式,修行的关键都在于你能否从身边的日常细节中获得启示。 修行不是你一定要去庙里闭关,而是要在生活中的每一刻保持觉知,从身边的小事中看出大道理。 当你能够用悟性的眼光看待世界时,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会变得有意义。 悟性高的人,能够从一件小事中看到全局,从一瞬间的领悟中改变人生的方向。 修行其实就是修悟性,悟如何从平凡中找到不平凡的道理。 第四部分,修改人生为生命定向。 人生观是我们生活的指南真,而修行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修正我们的人生观念。 很多人以为修行就是为了获得物质上的成功,或者追求个人的幸福, 但真正的修行是在自己对成功和幸福的追求上的理解。 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幸福? 修行帮助我们认识到,成功不是拥有更多的金钱或权利,而是内心的满足感。 幸福也不仅仅是享受乐,而是内心的平静。 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但很多时候我们走错了方向。 修行让我们认识到,内在的幸福比外在的成就更重要。 修行在人生观上的修改,会帮助我们在面对选择时更加平静和理智。 你今天的每一个选择,不仅影响你自己,还会影响到未来的生活。 修行是要让我们培养出一种态度健康、正确的人生观, 让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为未来带来正向的影响。 第五部分,修改定性,在平凡中找到乐趣。 修行中的定性,就是修炼我们在生活中的稳定和坚持。 现代社会节奏快,很多人很容易被幼稚的诱惑分心, 无法专注于自己想要的真正的生活。 修行中的定性,就是在简单的生活中找到乐趣,保持稳定的心态。 有些人即使过着简单的生活,依然感到幸福, 而另一些人虽然拥有丰富的物质,却常常感到虚弱。 答案就在于定性。 定性让我们在重复的日常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修行不是追求一时的快乐,而是让我们能够长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定性还意味着我们能够保持专注,不轻易被变化所影响。 无论生活如何复杂,我们都在内心找到一个安定的中心。 通过修定性,我们能够在平凡的生活中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第六部分,提升创造力,超越固定的生命力。 修行不仅仅在于寻求内心的平静,还包括激发我们的创造力。 创造力属于艺术家或发明家,但每个人都具备一种魅在的力量。 它能让我们突破日常的旅行,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创造力不仅仅是关于创新,它还是一种突破自我限制的能力。 在修行中,创造力让我们能够以新的角度看待生活中的挑战, 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路径。 它超越了日常规则,使我们的生活注入新的活力。 拥有创造力的人,不会被传统和规则束缚, 他们如何在固定的框架内找到突破口。 修行中的创造力,是让我们找到内在自由的关键。 它是我们在追求精神成长的同时,能够不断创新,开辟新的可能性。 第七部分,修无为之心,顺应自然,达至圆满。 最后,我们来谈谈修无为之心。 到家讲无为而不为,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 而是让我们学会顺应自然,不强求,不执着。 无为的心境,是一种对生活的从容和淡定。 当你修炼到无为而不为的境界时,你会发现, 无论生活中的风风雨雨,你都保持一颗平常的心, 因为你明白,一切的一切都自然在有规律的流动。 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够以不变应万变, 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内心依然保持平静。 并不等于消极,而是一种顺应自然的积极状态。 当我们能够用无为的心态面对人生时, 所有的困难都会变得更加轻松面对。 修行的目的其实就在于, 让我们在生活中自由和圆满。 总结来说,修行到底是在修什么? 它是在修我们的格局、智慧、悟性、 人生观、定性、创造力以及无为之心。 修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它让我们逐渐找到更真实的自己, 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幸福。 修行是一个内心的旅程, 在这条路上, 每一步都让离智慧和圆满更近。 只要你愿意坚持, 最终你会发现, 修行不只是让你变得更好, 同时也让你身边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 别忘记点赞、订阅和分享。 让我们一起在修行的路上前行, 走向真正的觉悟。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订阅。